各位 36%女武神直接洗掉 就是這麼狠 Ok 안녕하세요我是Ryu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 沒有錯 我們準備了9顆的傳說潛的女武神之星 那我們要來看看這9顆呢 洗完閃眩方塊之後 他們的價值扣掉我的成本 究竟能不能賺錢好不好 我們來看看說 這一次蘋果的大獎女武神之星 洗完閃眩之後 到底能不能海撈一筆 好吧 那我們目前呢 這9顆的成本是27000元 Ok 那待會呢 我們先看看 總共洗了幾顆的閃眩方塊 然後這27000元呢 加上閃眩方塊的價格之後 就是我們這一次 9顆女武神洗好的總成本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每一顆洗好的價值 各是多少 看是洗到33、36% 來去決定說它的價值 然後呢 再來扣掉成本 看看究竟是正還是負的 那只要是正的呢 我們這一支影片 就有抽獎活動 Ok 那我們 我們 Let's go 雷妮雅全服送你 老闆再來單 好 那我們直接開始第一顆 然後我剛剛大概看了一下 30%的話呢 依照屬性大概在3600到3800左右 然後33%也就是刺底的話呢 好像價差蠻大的 敏捷幸運有的賣4800 然後智力力量的話呢 又有的賣6000 而且都是賣掉的 那當然可能 每一個伺服器啊 你賣的時間點不同啊 好不好 那個價格落差都蠻大的 畢竟它是當期的獎品 價格多少會浮動 所以說呢 我們待會就抓個大概 然後我盡量不要抓太高 好不好 就抓一個比較平均的數字就好 ok 那首先當然是要先能夠洗到 好不好 那36%的話呢 我剛剛沒查到 沒關係 我如果有洗到再查 我是覺得有點難啦 好不好 那我們就直接 走 起 ok 260顆閃眩開始洗 好不好 這個也要記一下 那HP的話 我是覺得 除非頂%或33% 我考慮要不要留 好嗎 如果是30%HP 我就不留了 因為我覺得應該很難賣 好 那我們走起 喔 各位 2顆 我們就洗到了一個 33%敏 4頂敏 雖然剛剛說了敏捷價值不高 但是只花了2顆 我覺得非常ok 好不好 那我們直接下一顆 欸 好像有點順利耶 好啦 我們直接來 GOGO 我頂趴 頂趴防禦 酷啊 好 再來 一顆粗頂趴啊 各位 我們第一顆呢 是好的開始 那我不希望後面就整個漏氣好嗎 拳鼠也可以好不好 如果來個 966拳鼠或999拳鼠也ok 好嗎 我們先不管好不好賣 反正有價值我們就先留 ok吧 哇 這是要我結合是不是啊 差一排啊各位 差點要發大財啦 我們今天就洗閃圈好不好 我們就不結合好不好 沒有什麼一條龍服務 ok 來我們繼續 GOGO 優勢 蛤 不是 雖然說想要刺零我很高興啊 十幾年有俠 啊怎麼都是敏捷啊 欸我會不會第三顆又洗一個刺零敏 欸那就神奇喔 因為我剛剛看完拍賣的價格啊 我才想說呢 敏捷是最便宜的價格 那沒想到說呢我們前兩顆全部都是33%敏 好沒有關係 有總比沒有好 來 GOGO 呃不管是敏捷還是幸運啊好不好 都ok好嗎任何屬性都ok 再來 我希望呢今天這9顆 好不好目前剩幾顆 目前剩7顆 我希望至少要有一個頂趴 差一點點 我希望至少一顆頂趴就好好不好 我們不貪心 剛好出過頂趴啦 防禦啊 我希望至少來一個屬性的頂趴 沒關係再來 不會吧 怎麼防禦怎麼這麼多啊 全部都是2然後沒有一排一樣 好沒有關係 繼續 喔 這個是30隻好不好 30隻ok我們先留 那我價格的話 大部分都是從 艾莉亞和劉德的拍賣 然後去換算的 所以我才說會有點落差啦 不過應該是沒差太多啦好不好 不過這個影片上傳之後 我不知道當時的價格會是多少 好吧 如果有浮動的話 那請各位見諒一下 好那我們目前洗好3顆 17顆閃眩洗好3顆女武神 來我們第4顆走起 好 各位我覺得呢 我們這顆 好 好像不太樂觀 沒關係 我們準備那麼多顆有個好處 就是呢 我們可以 洗不好就換一顆洗好嗎 最後再回頭來洗它 ok 我們繼續換一顆 欸 前面都少少出欸 後面好像 後面好像有點掉漆啦 30%就好啊 老哥 哇 33HP 好 這個我們先留 好吧 我們剛剛說了 30%HP不留 但33%HP我們先留 好 來 讓我們下一顆 目前洗好了4顆了 還有5顆 我們今天總共9顆 來 我們繼續走起 0 沒有 222 Fuck 剛剛說了 不要防禦的36%出現了 36%HP 來 我們就先把這個留著 好不好 待會再來洗它 我們換一顆 再來 沒有想到不要防禦 還有MP啊 哎呀 我真的是沒想到啊 不然來個999圈也可以 雖然我不知道價格啦 但我們如果有洗到的話 我再查 來 217顆 繼續 欸 不是啦 老哥 36%總該來了吧 哇 30字 好 沒關係 至少出貨了好不好 欸 我們停字超久 連一顆都沒搞定 沒有關係 我們至少再洗那個30字好不好 接下來呢 33或36的自貨力 好嗎 拜託一下 我私心希望來個自貨力 好不好 GOGO 沒有 差一拍 我覺得呢 9顆女武神啊 我們一口氣全部洗好 應該是不至於到連一顆的36%都沒有啦 我覺得至少會有一顆啦 欸 為什麼感覺跟剛剛一模一樣啊 欸 好像在看倒袋喔 來換這一顆 好 我們繼續喔 GOGO 我這顆洗完了來統整一下好不好 我們先來整理一下看 還剩幾顆還沒洗好 我感覺要出了 好嗎 30性 我其實很不想留 但是 我們還有另一顆 所以我們先留 這邊都洗好了好不好 這邊全部都洗好了 然後目前呢 是兩顆33%名 然後一顆33%HP 那剩下的話都是30% 來 我們先洗這個頂帕MP 各位 來 36%女武神 直接洗掉 就是這麼狠 不要再給我來一次喔 好嗎 這個過分一次就好了喔 不要過分兩次喔 過分兩次就真的過分喔 來 哇 92 33字好不好 33字我剛剛看了一下很值錢 36MP換一個33字 我覺得挺划算的 來 我們最後一顆好不好 今天的最後一顆第9顆 洗完之後呢我們就來算一下 這邊9顆價值多少 好嗎 然後再看一下我們用了幾顆閃炫 然後最後呢 再來結算一下 究竟是賺還是沒賺 來 我們直接走起 哇 這個全數不是9% 這樣是27% 好 27%就不留了齁 我們繼續 又是 又是33HP 好啦 這個我們先留了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我們原本顆數是260顆 然後我們剩下 169顆 所以我們洗了91顆 那91顆的話呢 是大概505 我們把它5去掉好不好 我們就算5000就好 那5000的話呢 加上我們9顆傳說前的女武神呢 是27000 所以這邊成本總共就是32000元 那我先去看一下 這幾顆 價值是多少 好嗎 最後我們來跟各位公佈一下 好 OK那最後呢 我們大概花了半個小時 在艾莉亞和劉德的伺服器拍賣呢 查完價格之後 我們今天就先以拍賣價格為主 那這個33%HP的話呢 它的售價是 4000 然後33%字的話呢 是5600 那33%名的話呢 是4200 然後30%性的話呢 是3200 那30%字的話呢 我們有3顆 是 3800 每顆的話都是3800 那有含全數的話 會比較高 但是我們今天就先不看那個全數好不好 一定差沒多少 OK 所以這9顆的價格呢 加起來總共就是 36600元 沒有錯 那扣掉我們剛剛說的成本是 32000元嘛 也就是說呢 我們今天啊 直接淨賺了4600元 不過當然這中間花費了 相當相當多的時間 包含 收牛母神之星啊 然後 上傳洗方塊 不過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因為畢竟我們 有買到一份快樂 然後呢 還沒有虧錢 所以說呢 今天我們要來辦抽獎活動 只要訂閱我留言的頻道 並且到我的臉書 朋友都按讚 和爸爸這支影片分享出去 最後在影片下方留言留下 你喜不喜歡看到這一種 呃怎麼講 我們講它叫做這個 發大財企劃好不好 就是我一次收非常多顆的當期大獎 然後呢 直接全部把它洗到好為止 留言告訴我你喜不喜歡看到這個系列影片 那我就從留言當中呢 抽出一位的觀眾 以及一位的頻道會員 各可以獲得一張的傳說卷50% 所以如果你手上也有裝備想要洗 然後還沒有傳說卷的話呢 記得一定要在影片下方留言 好 след b ok 那我們下次見囉 大家 掰掰 喔對了最後再提醒一下 我大部分的價格呢 都是從拍賣上參考得到的 那影片上傳之後呢 可能價格和影片上 還會有落差 所以大家如果自己要販售的話呢 記得參考一下當時的現價 不要直接參考影片的價格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